感谢法官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 在寒冬中可以给受害者一点安慰 但我觉得更迫切的还是数位性暴力的修法 包括说陈储的方式还有补救下架的机制 这些才是可以根本杜绝的一个防范的方式 希望接下来都不会再有受害者 因为这些影像的流窜而甘心受怕 那这些赔偿的金额我也会全数用在 性别教育的推广 还有数位性暴力的防范上面